裁刷碼一年兵力縮短 後遺24小時內特別補充這一段 美國是我們長久兼顧的盟友 這下柯文哲逮到機會開栓 說你就是在轉彎 一個說在側風向 一個說在帶風向 但是撇開藍白角力不談 就在侯友宜拋出要把兵役縮短 第一時間就連黨中央都雙手一攤 侯友宜的所有的重要政策 都是根據我們黨綱黨章來進行 同時也跟我們黨的團隊 有完全的整合 其實智庫的立場 國民黨所有的政策的方針 在侯市長提名的當下 已經全部都交給侯市長團隊 然後來做研修 那當然侯市長團隊 針對每一次媒體的專訪的內容 會做一些論述上的調整 言家之意 並非黨中央下的決斷 但刻意強調 軍售不會斷 是不是也與侯的對美關係 直接相關 何況不久之後還要出訪 我們跟美方都保有長期 而且身後穩定的聯繫跟友誼 整個出訪的行程 都在做密切的聯繫跟安排 只是華府學者卻直言 情況或許沒那麼樂觀 就算會見層級不至於受到影響 猴的國防立場 美方摩拳擦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